明天 正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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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我想跟大家分享 一個湯 就是 收肉 鹹蛋 脾蛋 芥菜湯 這個湯 很簡單幾分鐘 原來成本還有薑 原來的成本是20元以來的 這裡我是用來徵修的 這裡大約是7-8元左右 我買了20元的切多一點出來 兩元一隻 這裡是4元 這棵介菜 薑 合起來也是十多元 幾分鐘就可以做到 做好告訴大家 買回來 洗洗它 或者其他切一點就可以了 這裡不用切太多 鹹蛋 洗乾淨它 它有些黑色的沙 洗乾淨 接著皮蛋 拍拍它 一隻回來就是這樣的 拍拍拍拍 這些就向垃圾桶撕 但現在因為要拍給大家看 我就在這裡撕了 待會我倒下去 這樣慢慢撕 很簡單 拍了它很厲害 我剛才一旦拍爛爛了 很簡單 因為我待會撕回這些殼 就下垃圾桶就行了 很乾淨 慢慢撕 盡量不要撕爛 對 然後撕了之後 沖沖水 好 好 好了 薑一塊 這些要剔皮 慢慢剔 你們可以慢慢剔 不用這麼快 我們因為 經常都這樣剔就快了些 你們可以用這些刀 剔刀 如果不吃煮的那些 最初學的那些小夫妻 就要小心一點 很多時候都要剔一點 給它 沒有說賺光了 對了 剔乾淨它 好 沖乾淨它 剛剛的芥菜 大家看到了 由1開4 來泡 泡3個字 接著再沖一次 洗一次就行了 好 待會煮再跟大家說 OK 現在的瘦肉 對了 那你用刀 切開一片片 先 要拌的 拌拌 先拌拌 很簡單 幾分鐘而已 做這個湯 我告訴大家 很簡單 好 切開一片片 好了 皮蛋 切開一片片 都不重要 因為 一開8個都行 開多幾個都行 好了 鹹蛋油 放在這裏 薑片 切開一片片 OK 好了 肉呢 現在要拌拌 肉不用拌得那麼誇張 少許就可以了 首先 又是一樣 少許生粉 拌一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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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少許油 滑一點 肉 這個湯 本身有鹹蛋 有少許鹹味 千萬不要放太濃烈的味 豆肉 放少許油 就可以了 對 拌一拌 湯不要太濃烈 OK 煮水再和大家說 好了 現在開始滾這個湯了 究竟滾多少湯呢 就看你多少人喝了 我們今天就打算 滾四碗這些湯 這些湯出來 你不記得 就下五碗這些水 滾四碗就下五碗的水 現在下去 滾了之後 滾 現在還沒滾 剛才剛剛滾了 不要緊 你可以下什麼呢 很簡單 首先下幾塊薑 全部下了下去 就差兩樣東西 不下了 就是皮蛋 鹹蛋 對了 下了肉 然後下了些菜 再下去 油它滾 油它滾 滾它 這個也要滾十分鐘 十分鐘之後再和大家說 十分鐘後 湯的菜都滾軟了 但肉的味道都出了的時間 我們首先要先下一些皮蛋 不結的了 下了些皮蛋 最後下了些肉 鹹蛋 鹹蛋 要這樣下的 先打開它 怎麼下呢 下了鹹蛋黃 先下了鹹蛋黃 下了鹹蛋黃 讓它滾一滾 它 然後這些 吻它 在旁邊 讓它有些蛋白花 現在變成這樣 其實這個湯已經可以了 蓋上蓋子 煮兩分鐘就能夠出去了 鹹蛋 皮蛋 瘦肉 芥菜湯出來了 大家看看 現在你看到這個份量 四個人份量 很簡單 十多分鐘 切和煮的過程都是十多分鐘就做到的了 大家 可以在家裡試一下 為什麼這個湯都這麼簡單 因為有很多小夫妻剛結婚未懂得煮東西的 都要學雜貨 放了一工回去 就已經可以用十多分鐘時間就可以 兩個人就可以煮湯了 我這個四人份量而已 如果你兩個人份量 買一棵菜就只有一棵芥菜 大一點就OK了 下一次 再跟大家分享 多謝你 還是 多謝你們 補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